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飞要替爸爸还钱 但是他又拒绝了核心的帮助 核心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 他跟陆飞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陆飞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展示过 他自己的脆弱 在另一边 丁与阳动用自己的关系 帮艾若曼找了一份全新的工作 这时候艾若曼才想起来 我忘了告诉丁与阳自己 不打算辞职的事 于是这个时候艾若曼开始苦于 如何去拒绝丁与阳的这份好意 而且他自己也在思考 如果他要跟丁与阳在一起的话 就要接受这种妥协和被支配 那么艾若曼会如何决定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陆飞远 授钱非法集资 目前据我们调查 涉案金额已经尚培忘了 对了 你跟陆飞远最近有联系过吗 联系过 详细说一下 另外 近两年来 你们跟陆飞远的经济上的往来 咬说清楚 除了事他跑了 丢下这么一个烂摊子 如果定性中非法集资的话 这事都大了 刚刚在里聊事 你们一直在聊陆飞家的事 你说他爸这个人吧 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 怎么能这么自私这么不负责啊 我对这不感兴趣 跟我爸爸讲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要跟他再聊一聊 才知道怎么选择 你干吗 你才是我男朋友 我是你男朋友 他像你老公 我明天打算回北京了 麻烦你了啊 耽误了这么久 那就别再继续耽误下去了 本来我还想着 能不能跟你 试着继续再往前走一走 可就在那么一瞬间 还有你不肯借我的钱 我终于看清楚了 也许我们只能做朋友 一瞬间 看来他们之间的问题也是不断啊 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剧情 每晚的19点30分 一定要记得锁定收看《爱情进化论》 我们的电视剧非常的精彩 当然我们的自办栏目呢 也是精彩分尘 上周中国好声音 再一次唱响了 华语乐坛的最强音 嗯 导师们为了最好的声音 不断出击 而学员们也为了最后的机会奋力一搏 一起来看精彩的幕后花絮 上周五的中国好声音 王选收官之战 迎来临位隐藏的宝藏学员 那就是超人气网络金曲 我们不一样的原唱者 大壮 不过这一次 从红遍网络的大壮放弃一鸣 用本名王轩亮相演唱差一步 在歌曲结束的最后一秒 赢得了导师李健的转身 差一步来半就更换了窗带 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 慌乱地四处挑选 在夜里偷偷想念 歌曲我演唱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唱的部分了 那没结束的就是美奏 你跟你 真是太令人想不到了 我隐约了听到了刀狼的嗓音 你觉得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潜力 对 虽然对王轩的演唱赞赏有加 但导师们一开始 还都没认出这位网络红人 直到王轩爆出自己的成名曲 导师们才恍然大悟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平时在网络上面唱歌 经常刷抖音的朋友 应该能知道我 听过我的歌 有没有你的什么代表作 有一首原唱歌曲 叫《我们不一样》 寻说此番参加节目 王轩可谓是背负盛名而来 但在此之前 他从三次向好声音节目组 猴帝果试音小样 野鹿子出身的他 为的就是能够站上最专业的舞台 用实力打破部分人 对于网络歌手的门第之简 但是我想讲一个音乐现象 就通常来讲 从网络红的一些歌手 包括民间红起来的歌曲 通常不给予正式承认 流行音乐其实就是一种 当代的民间音乐 只要在民间有市场受欢迎 他就有他自己的一道理 最简单的乐理知识都没有 五线谱文知道 就是略懂 可能在音乐的专业知识上 可能我是一张白纸 但是在社会经历 对于歌曲的 歌词的那种感知 对于这种表达来讲 可能会可能相对于说一些 院校的学生 他们因为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面 可能我的时间更多地花在了 感知这个社会上 得到了李健老师力挺的王轩 再接再厉 在接下来的抢位战中 用一手为你我胜冷风吹 打败质朴歌者高金利 作文李健战队六强席位 节目播出后 李健选大壮的关键词 迅速登上热搜榜 这也让终于用实力 为自己证明了的王轩倍感荣性 写歌的人可能是写的是自己的情绪 唱歌的人呢 唱的是歌手的情绪 听歌的人可能能听得到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歌曲就要听到共鸣的 可能哪怕音不是很准 但是它碰到了我的点 激到了我 打到了我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好看中国蓝 周晚间一定要记得锁定收看 2018中国好声音 我们下期节目